中共國家市場監管總局4月26日在其官網發公告說 近日市場監管總局根據舉報 依法對美團實施異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立案調查 美團系續阿里巴巴之後 第二家被中共當局點名調查異選一行為的網絡平台公司 而阿里巴巴被罰款其2019年銷售額4%182.28億元 大陸網友認為美團也可能面臨這樣的罰款 當局之前也對其他互聯網企業開出一連串罰單 3月份中共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騰訊、八道等12家互聯網企業分別罰款50萬元 大陸網友表示 原先大家預測計馬雲之後 被開刀的是騰訊的創始人馬化騰 輪到美團也不意外 找你很多問題的動靈 美團26號在官方微博上回應 將積極配合監管部門調查 目前公司各項業務正常運行 美團為大陸外賣龍頭業務涉及餐飲、叫車、共享單車、酒店旅遊、休閒娛樂等領域 2018年9月20日在香港上市 賺到15個人自僚旅遊、貿易、吳靜、歸騰、請來到4月10日 trio一起去酒,喝得、損が散顏嗎? 感谢观看